网上有人将三万根火柴头取下放在一起 然后用引线直接点燃 结果火柴头被点燃瞬间直接发生爆炸 直接是炸出了三米高的火焰 将火柴头放一起真的会让热量叠加爆炸吗 今天留言二老将一探究竟 根据影片资料 大火球的制作 用到了一个铁桶和三万个火柴头 以及一条导火索 所以亚当和夏娃立刻开始准备实验材料 他们将火柴头切割下来并收集在同款铁桶中 切割十小时后 终于将三万根火柴头一个不差的切好 但是在实验前先要搞清楚原理 原来火柴头中含有 一种强有效的化学物绿酸钾 它是火药的组成成分之一 也是早期的炸药的组成成分之一 那么究竟能否产生大火球吗 切割结束的二人组亚当和夏娃 立马来到荒郊野里 他们在桶内放入准备好的火柴头和导火线 为了达到与影片相同的效果 一切都以影片资料的材料为标准 导火线都用的是和影片中相同的 但是夏娃对火柴的安全问题十分担心 所以他们决定采用 成分中只含有绿化钾的火柴头 这样较为安全 在开始之前 夏娃一起点燃了20根火柴 并没有惊艳的效果 那3万根火柴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后 流盐组点燃了导火线 随着导火线的一点点燃烧 火焰出现 出现了惊人的场面 火焰直冲云霄 达到了流盐组预期的效果 出现了3.33米高的火焰头 火焰高度与视频资料中的差不多 经过实验证明 流盐确实属实 但是3万根火柴二朗觉得有点没意思 他们想看看 100万根火柴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于是亚当和夏娃请来外援 一起准备这场盛大的焰火表演 经过12个人的努力 成功加班12小时 完成了100万根火柴头计划 贴心的流盐组害怕浪费 他们将剩下的材料收集起来送往回收站 准备工作结束后 他们迅速转移站点 再次来到实验场地 并且请来专业的爆炸专家 将100万根火柴头倒入大桶中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为了看到明显的效果 他们专门挑了晚上行动 夏娃点燃导火线 连忙跑走 亚当关吊灯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高度达到18米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